大家好,我们这节课主要讲解一下 Surface Flinger这个模块在Hell层的代码实现 我们上一节课主要讲了一下 安卓Hell的它这个体系结构和设计思想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以Surface Flinger这个模块来作为一个例子 看一下它这个模块是怎么来实现的在Hell层 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Surface Flinger这个模块的一个简单介绍 第二部分是Surface Flinger它的Hell层代码介绍的一个实现的分析 第三小节就是我们的课程作业 好,我们先看一下Surface Flinger模块的这个介绍 Surface Flinger这个模块呢 它是我们安卓系统里面图形图像处理的一个核心 一个基础的一个模块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里面 每个应用程序对应一个或者多个界面 每个界面我们就称之于一个Surface或者Window 在这个图里面呢 这个图就是模拟的手机屏幕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这个XY轴的坐标系 这个Z轴呢就是垂直于手机屏幕 从里到外 可以看到有几个界面叠加在一起 在这个图里我们看到有四个Surface 一个是Home界面 就是有两个Button这个 还有红绿蓝分别代表三个Surface 那Surface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它首先第一个呢 因为这个手机上会有多个界面 每个这个Surface在屏幕上都有它自己的位置 大小还有它要显示的内容啊 这些信息 这个在我们程序做变化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都会改变啊 Surface主就负责这个显示 另外一个呢 不同的这个多个界面 它们会叠加在一起啊 比如在这个图里面 蓝的把绿的盖着了啊 这个紫色的又把蓝的盖着 又把绿的和蓝的盖着了 然后有的界面 它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透明度 这样的话就是说 Surface Flinger这个模块呢 它就会拿到 每个应用的这个显示的图形的这些数据 然后经过混合处理之后 输送到我们的显示驱动 来把这个图形数据显示出来 当然我们这边的Surface Flinger 它这个显示设备啊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Frame Buffer 还有一个是Galog Galog这个呢 就代表是那个GPU 就是我们的图形处理器 Frame Buffer呢 就是我们要往那个CPU 就是我们输出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缓冲区 它就有两个这个Hail模块 好 这一小节就完了 我们看 接下来看看这个Surface Flinger 它在Hail层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呢 这个代码的路径呢 主要就是在 Hail的代码 主要就是在Hail Hardware Lab Hardware 投文件是Include Hardware 这下面有一个FrameBuffer.h 还有一个Galog.h 然后那个.c的实现文件呢 就在这个Module Galog这个Module下面 然后具体调用这个Hail代码的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FrameMark里面 FrameMark NativeLabsUI FrameBuffer NativeWindows这个里面 啊 待会我们都可以依次看一下这些代码 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呢 是这样的 首先是 这个Hail啊 就是Surface Flinger 它这个Hail层呢 提供了一个Module 提供了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就是Galog这个Module 但是这个Module呢 它同时提供了两个Device 一个是处理这个GPU的 一个是处理FrameBuffer的这两个Device 大概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头文件啊 FrameBuffer是主要处理FrameBuffer设备里面的图形数据 Galoc主要是对GPU的图形数据空间进行申请和释放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头文件啊 头文件呢 是在这个Hardware Lab Hardware Include Hardware 这个FB.h 就是FrameBuffer 还有一个文件呢 是它这个Galoc.h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文件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上看 看一下我们这个头文件 头文件它把这个Hardware 哈尔层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头文件给引入进来了 其他的还有一些它自己的这个图形处理的这些文件 还有一些常用的这个C的库 同时它把FrameBuffer这个头文件也给引进来了 这是定义的一些 常量 版本号 好 我们看这两个定义的常量 这两个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 The ID of this module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Galoc 这个Hardware层的这个module的一个名字 就叫Galoc 同时下面呢 这是一个device的名字 Name of the graphics device to open 这个device就是GPU的device的名字 然后我们看FrameBuffer 这个头文件 同理 它这里边就只定义了一个 Galoc Hardware Frame FB0 这么一个device的名字 从这里可以看到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图 理解的是应该是一样的 让我们继续 继续 首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它的这个module的这个结构体是怎么实现的 这是它定义的Galoc的一些 没举行变量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来看一下module 首先它第一个结构变量 就是我们的这个HardwareModule-T Common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实现这个module的话 它必须第一个变量 必须是这个变量 接下来呢 它又定义了一些 自己独特的一些 这个处理Buffer的一些函数 这跟这个具体的业务有关 然后完了 这个module这个结构就算完事了 Galoc Module 然后完了之后呢 它又定义了一个这个LockDevice-T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GPU的这个device 它首先第一个变量是 Common Hardware Device-T 接下来这几个函数呢 就是这可以针对这个device进行操作的 我们看到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Alloc 一个Free 申请空间 示范空间 和一个Dump 然后最后呢 有两个函数 一个这个就是GalocModule的 这个Open和Close的这个函数 就是打开这个设备 和关闭的函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FrameBuffer里面 它这个device实现 那么首先它这里面啊 因为它们两个用的是一个module 所以说它这里面只有一个FrameBufferDevice-T FrameBufferDevice-T 然后第一个同理啊 然后接下来它定义了一些 这个都是图形显示的一些坛数 然后再加上它设置了一些这个 缓冲区操作的一些函数啊 然后就完了 然后同样的也是这个FrameBuffer 这个Device的Open和Close的函数 好 这个投文件 我们看到就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样的啊 它一个module对应的是两个device 定义了一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c文件的这个分析 这个.c文件呢 是在hardware labhardware modules galloc这个文件下面 我们看到有 还是有几个文件啊 这几个文件我们这里看到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makefile makefile呢 它就是把这几个c的文件 进行了一个编译 增加到这个编译系统里面 最终呢它默认的会生成这么一个galloc.default.so的一个酷 由于这里面的像这个pride.h和mapper.cpp啊 它这个有点复杂 跟具体的这个业务相关 以及这个galloc.h这个 跟具体的这个投行处理的这个业务相关啊 我们这里就不关注了 我们只关注一下这个galloc它这个 和framebuffer这个模块的打开 以及这个device的使用 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galloc.cpp的这个文件 先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边呢 同样的定义了一些这个deviceopen的函数啊 然后实现了一些这么这么一些函数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open这个函数 这个module 这个module galloc这个module被加载之后啊 我们看到它就会通过这个open函数 来打开这个module 来获取一些 获取相应的device 然后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函数开始分析 这个函数你看很简单 根据传入的这个 device的这个值 它device要的是哪个名字啊 如果是不等于这个galloc的 它就说明什么 说明打开的是framebuffer 然后下边啊 就是打开framebuffer 然后我们看到 这里呢 如果是这个galloc这个gpu的这个模块啊 它会把这些函数啊 复制到这个device这个结构体的这个指针里面去 如果是framebuffer这个函数呢 这个这个设备呢 它就会调用这个framebuffer deviceopen这个函数 啊 就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做了什么操作 它做了什么操作呢 很简单 同样的 也是申请了一个device的一个空间 啊 然后把它这个定义的这个函数 复到 实现的这个函数 复制到它这个结构体面的这个函数比达 啊 然后做了一些转换 就把这个device给返回了 啊 我们看到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啊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呢 就看一下 调用是怎么调用的 嗯 我们刚才看调用的地方在NativeLapseUIFrameBuffer啊 这个文件里面 在这个文件里面啊 这个文件呢 它主要就是图形系统初始化的需要执行的一个函数啊 首先它获取这个module啊 就是在它够的这个frameBufferNativeWindow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呢 通过这个hardwaregetmodule这个函数啊 传入了这个id 先把这个module获取到 module获取到之后呢 它就通过这么两个函数 一个是打开framebuffer的这个设备的函数 还有一个galic的这个函数 同时把这两个device给这两个变量啊 然后接下来呢 它就会调用 你看 调用这个framebuffer device的这个函数啊 这个指针 结构指针来做一些事情啊 这还有galic的一个指针 对 接下来会做一些事情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怎么open的啊 我们看到 open的时候啊 传入的 就是简单的传入了一个framebuffer 这儿里用这么一个函数啊 一个指针 然后呢 这个open呢 也是这儿啊 还是简单的传了一个gpu的0 gpu的这么一个id啊 好 我们看一看呢 从这个surfaceflinger这个代码来看呢 刨开它的这个业务的代码来看呢 你可以看到framebuffer heil层呢 它这个代码 这个逻辑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就完了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课程作业 课程作业呢 就是我们自己分析一个其他模块的heil层的代码 因为我们heil层的代码都在这个hardware labhardware这个下面 比如说具体的就是有一些module chamera啊 或者是hardwarecomposer ifc这些 大家可以自己挑一个来分析一下 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实现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heil层的代码 然后从底层到上层 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成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